比賽已經打完 接下來要進入到的是 C組的賽事第一場比賽的對戰戲碼 是要由本土的好手何欣如 要對上來自韓國的邱友藍 這場比賽是在C組部分第一場的比賽 大家好 我是楊振磊 這場比賽為您邀請到的球評是萬年雄師 張熊老師 球評你好 振磊你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的 那在C組部分 也是有三位的選手要來今天進行三場捉對廝殺 何欣如跟邱友藍打第一場的比賽 那至於在C組部分第三位的選手 則是今年第一戰拿下了生涯 打第一個分戰冠軍的林曉旗 好 在這個比賽的部分呢 當然在C組又要三場精彩的對決 在B組的部分呢 也要跟大家來報告一下 第一次打這個直撞大賽的 17歲小將郭思亭 9比5 擊敗劉姓美 9比8 強尾局擊敗周婕瑜 真不見也搶下了B組的冠軍 那目前呢 已經打進了四強的情況呢 要跟A組的冠軍魏子倩 來進行四強對決 當然四強的比賽呢是在9月3號 禮拜一 第二戰的四強賽呢 還有冠軍戰就會在9月3號來起 那時候呢 又要回到台帽的購物中心 第一次參加比賽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他年紀 非常輕 然後這個很腼腆 結果但是打出來的球內容 尤其是在最後啊 在1比7落後 後來6比8落後的情況之下 把國內喔 等於說實力狀況 大家看我們第一高手啊 這個打一面把他給解決掉 這真的是 蠻不簡單的 說他出生之毒不畏虎喔 這個左賽 剛剛他這個左賽喔 旋轉度稍微不夠喔 導致於回來的這個角度喔 我們看這3號球角度比較大 那你如果說下右賽低竿拉的話 應該是有機會可以閃過9號球 那如果不可以的話 這個球應該難度還不高喔 這個球還可以走這條路線 他選擇直接拉也可以 做到了4號球 畫面上方的中袋 角度不大的話就選擇輕推 那不然的話就是上去再下來 不錯 我做了需要細膩度 有點角度喔 這個球可以中桿喔 讓他出來 一顆心喔 注意這力量也不能太大 不然到時候打到直掉 他走這條路線好球 走下面 五座六座做得不錯 剛好有點角度要來做八號球 就在洞口啦 他這個八號球不需要做太近喔 因為八號球就在洞口前面 他做遠一點無所謂 只要有這個角度喔 他方便喔 這種球一般我們都會這樣子 兩顆心喔 打點是 基本上這個球一定會走兩顆心 那只是說力道的哪裡呢 誒 有點多了喔 球稍微過頭了一點 不過還好 嗯 還可以接受 嗯嗯 一個小潛水 在第一局的比賽 來自韓國的崔優蘭 衝球之後連接球不錯的情況之下 C組 第一局 順利打仗 來自韓國的美女崔優蘭 現在是1比0 領先何欣如 何欣如對上崔優蘭的比賽 要進入到的是0 這個第二局的衝球來看一下 爆發力十足喔 衝球的這個母球控制也相當不錯 最主要他母球沒有跳起來喔 這個在衝球來講的話 我們認為這個母球基本上盡量不要跳 這樣你撞擊到1號球的這個效果會比較好 而且 避免犯規的一個機率 好 簡單的兩顆心 這個球 出個案很重要 母球在科興邊上 那你基本上要推非常順的一個 就算了 對 對